接着我们再来绘制一楼的一个栏板和它的柱子 在这里同样的我们可以提取它们的线段进行一个路径的制作 进入它的可编辑样条线的命令选择线段 对它进行一个拷贝分离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立面图来绘制它的一个剖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在侧立面上进行绘制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将它们附加到一起 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然后我们再用我们的路径来拾取一下 抖面 选择我们的路径 用Swift进行扫描 然后摆对它的位置 然后摆对它的位置 之后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楼梯的这个位置 要对它进行一个断开的处理 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栏板 然后选择一个台阶 将它们孤立出来 在这里我们要将台阶的位置进行一个断开 我们选择我们的栏板 然后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 然后在它的下拉菜单里面 有快速切片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台阶作为一个参考物 对它进行切片的处理 切好片之后 我们将中间的这些面进行删除 选择它的面的层级 将这些面选中 然后对它进行删除 删除完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它的这个面是开的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封口的处理 选择它的轮廓 在鼠标的右键里面有封口的命令 点一下 将它们的口子进行封住 这样我们的栏板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为它添加一个材质 可以直接给它外墙涂料的材质 接下来我们再来绘制它的柱子 我们可以将几合体进行隐藏 然后来绘制它的剖面 再来绘制它 净卖它 然后在这里添加一个弧形 我们将点调到1分之1的位置 因为刚刚在捕捉的时候捕捉不了终点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手动的调一下 然后我们将所有的点进行一次焊接 有了剖面之后 同样的我们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路径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平面图切换到我们的一层平面 我们可以在前视图上来测量一下 它的一个半径 我们可以直接用圆的工具进行测量 同样的是200的半径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画一个圆 200的半径 对它进行扫描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的走向进行一个翻转 对点进行一些调节 同样的在这里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测销工具 就是刚刚做我们宝瓶柱用到的这一个工具 做好了柱子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材质的附加 然后将位置摆对好 可以直接关联复制 在顶视图上来摆对一下位置 我们要对它进行的 这样一层的篮板和柱子的我们就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们再来做左边的这一部分 同样的来绘制一下它的一个篮板 我们可以在前视图里来对它的剖面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要绘制好了之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路径 然后我们再用路径来拾取剖面 这样位置摆好 我们可以对路径进行一些调整 同样的对它更改一个材质 然后我们在前视图里面来观察一下 在这里它是有一根柱子的 我们来看一下CAD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绘制一根柱子 在我们的顶视图 我们也能看到这里是有柱子的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300的厚度 将位置摆放好 更改一下材质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侧里面再来观察一下 我们能看到在它们的篮板旁边还有一圈斜着的墙 我们在这里可以来绘制一下 我们在这里可以来绘制一下 我们在前视图里面可以测量一下它的厚度 250和墙体一样的厚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附加材质 在这边同样的也有 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一下 挤出250 这样我们的栏力变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接着我们再来绘制心理面 我们将视图切换到左视图 对墙体进行一个绘制 我们在顶视图也就是我们的平面上 我们能看到左右的墙 没有进腿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然后来开窗洞 在顶视图上来对位置进行摆放和点的一些调节 然后直接挤出250 然后添加一个材质 我们来绘制窗框 我们来绘制窗框 挤出300的窗框 对起位置 对齐位置 然后来绘制 然后来绘制它的窗框 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种的绘制方法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然后我们把它们全部附加到一起 直接对它进行挤出就可以了 对取墙体的中心 更改材质 再来绘制小的窗框 直接扫描 直接扫描 对齐窗框的中心 更改颜色 然后来绘制玻璃 选中玻璃 让它对齐于小窗框的中心 然后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观察一下 它们的位置是否摆对整齐了 摆对整齐之后 我们可以通过线框显示来进行选择 将窗框 窗套 还有玻璃 全部选中 将它们成组 对它进行一个实列的复制 墙和窗 墙和窗绘制好了之后 现在我们再来绘制它的烟囱 我们在里面上可以看到 在前里面也可以看到 烟囱的下部分是斜着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 通过 这里面来绘制一下 我们可以对点进行一些调整 对它进行一个挤出 在侧里面 摆好位置 可以亮一下它的一个厚度 1米75 然后摆放一下位置 这里它的材质是 灰色的拉毛条砖 我们可以添加一下 同样的 我们再来绘制上面的烟囱 在这里 因为烟囱是空心的 下面的 可以做成实体的 我们上面给它做空 所以我们直接绘制它的一个 剖面 然后绘制一下路径就可以 在这里我们可以调整一下点 我们可以将它的厚度做成100 在这里我们先将它的点移到这边 然后让它往X轴方向走100 还可以再多走50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它的一个路径 我们可以在顶视图上来绘制 直接绘制一个矩形 然后我们来拾取它的 剖面 翻转一下它的X和Z轴 调整一下点 在这里我们可以对它的 矩形的路径进行一些调整 在调整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开启它的终极显示 然后我们可以开启它的终极显示 让它以最终的 形状出现来调整它的点 可以在侧里面上也来看一下 调整一下它的点 将它的光滑组进行取消 同样的给它上一下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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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绘制它的路径 然后直接来释取我们已经绘制好的剖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开启它的终极显示 我们可以开启它的终极显示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解合体 进行隐藏 来调整它的点 因为刚刚烟囱的地方有很多线 所以看不太清楚 我们可以画好之后 隐藏几何体 来重新调整一下它的点 在这里我们画的是墙体的内侧的线 同样的来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来释取一下它的 剖面 剖面在这里 我们可以将它移出来 失去剖面 翻转一下它的轴向 这样 调整一下点的位置 然后将它摆好 摆好之后我们可以进行观察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这个墙体 和旁边的墙体 进行一下处理 我们可以将它们全部推回到线的命令 同样的 同样的我们先将它的扫描进行取消 将它退回到线的命令 将它的点调整一下 将这根线的点也进行一下调整 在这里也可以直接将扫描好的进行删除 将它们两个附加到一起 对点进行一次焊接 焊接 焊接好了之后我们来重新扫描 焊接 拾取一下路径 在这里 在这里我们会看到 这边的墙体是正确的 这边的方向反了 在这里是因为它们起始点的位置不一样 我们先将线孤立出来 进入它们线的命令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白色的点 是起点 我们可以将这个起点切换到顶上 在它的点层级里面 选择上面的点 对它进行一个起始点的设置 将白色的点设置到这边和它的方向一样 然后我们再退回到我们的扫描命令 这样它们就已经正确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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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